如果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這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看到我們最新的資訊了 農曆新年很快到了 無論你是想在農曆假期的前後時段之內購買碧桂園的十里人攤也好 我們自家兄弟接下來都會送出大禮包 保證你用最底的價錢買入十里人攤之餘 還會有一連串的獎賞可以送給你 希望大家如果在購買十里人攤的同時都可以爭取到最高的優惠 至碧桂園十里人攤受損自家兄弟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今次又再回到深圳東 也就是維州 這邊的碧桂園十里人攤 之前我們這個十里人攤的系列影片 有人就曾經說過 十里人攤這些樓盤 如果它是相對高價碼一些 即使是有美麗海景的單位 包括可能現時最新的奇數裡面的別墅 又或者是大單位等等 理論上它覺得是沒有人後悔的 而事實上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可以告訴大家 基本上十里人攤這一邊 每個月都有一些相對大些的單位售出 包括近期 我們這一邊也有買家 買一些大單位的產品 所以都是那句 可能你自己未必喜歡 但不代表別人不會欣賞 正如有一些人可能都會說出赤柱 半山 沒錯是豪宅地段 但是缺點其實都很多 包括未來可能數十年的時間 就算地鐵都不會開到那裡 很合理 那裡的人口都不多 那裡的人都是自己開車出入的 又或者你可以說到很多其他缺點 包括買東西不方便 缺乏一些相對大型的商場等等 甚至乎香港現時還會聽到一些嚴重的入屋爆隔事件 通常都集中在一些南區等等豪宅區的獨立屋 那因為保安方面 有時候部份的獨立屋是要自己去處理的 包括安裝一些閉路電視 CCTV等等的鏡頭 甚至乎要自己聘用一些保安的人員等等 都會有的 那但是你反過來想 本身想住在這些豪宅地段的人士 就是要那個寧靜的感覺 要那個身份 並不是說它是要落樓下有個大商場那種方便 只能夠這樣說 大家追求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說真的那句 如果你是一個接近基層的人士 本身每天都要依靠這個公共交通工具去上班 如果我給一層赤柱又或者是淺水灣又或者是半山的物業給你 其實對你來說 未必一定是純粹享受的 因為你每天上班是會相當痛苦的 你可能等交通工具方面未必等到 甚至乎我可以誇張一點說 只是交物業本理費都可能交到你很痛苦 那當然正常的人 如果真的給一棟豪宅區的物業給你 都會賣掉它 但是從這個現象可以見到 不是說任何的漂亮樓都一定適合任何人 每個人會有不同的需要 在這裡我不是說要歧視一些基層的人士 因為如果他想需要的東西 是真的地鐵在附近的 那其實肯定是考慮一些地鐵在附近的樓盤 但是不能夠說這些可能不會有地鐵到的項目 又或者是一些相對寧靜的社區 就絕對不好的 這次我們這一集就會主要回顧這個 位處於海邊的組團 也就是維港半島 又或者叫做銀灘半島 這個組團顧名思義就是最近海的牌子 當然我們也知道最近海的海風吹來 相對會造成樓宇外場的侵蝕會比較多 但是你說在香港任何一個住在海邊的屋苑 那些業主們會不會不知道這件事 是沒什麼可能的事 正常來說都會知道 但是他們仍然會因為海景吸引而去考慮 住在這些海灣的屋苑 所以有時候有利有弊 很難說哪一個屋苑哪一種的景觀是絕對無敵 只能夠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 而事實上 目前這個碧桂園十里人灘 在課源上的安排相當不錯 第一 第一 圍港灣那邊就會上了少少半山位置 部分的單位也可以遠遠地 樓梯級的方式 看到一個遠海景 但是如果你說要臨海的一個組團 也可以考慮圍港半島 正正就是海邊的位置 當然通常來說 林海的組團 即是維港半島 價錢會略高一些 要便宜的那些 可以選擇後面少少的 圍港灣的組團 所以兩種的課源 配合到不同的人士的需要 想選擇哪一種的產品 就看回你自己的選擇 好了 早兩天我們就講過 維港灣那邊的一個最新情況 這次我們就再來看看 這個維港半島 目前最新一些在售的產品 現時的情況 消控等等又會是怎樣的 然後我們再去看這兩個組團裡面 各自的一些示範單位等等 讓你更加了解 這兩個組團裡面的優勢 最後我們還會有一些 社區上的配套設施等等 也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包括它維港半島 對出的一個沙灘到底是怎樣 那現在我們看完這個行拍畫面之後 就跟我們的主持再去看看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面前看到這個 就是屬於我們的第六旗 叫做銀灘半島 左邊這邊就是我們五旗 六旗畫就在我們五旗的旁邊 大家看看 前排這些就是別墅 雙併別墅 連跡200到300個方 這些就是高層 我們現在在售的高層 就是這個 61棟 和這個62棟 分別都是 兩梯三戶 和兩梯兩戶 可以看看 今天給大家推薦 一套非常漂亮的壺形 就是我們兩梯兩戶 面積是193坪 南北對樓 雙爐台 南北對樓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樓王 可以說一下 也是買得比較好的 因為它的景觀 是非常之美 而且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樓間距 是非常之寬的 有沒有看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之寬的樓間距 而且呢 而且呢 超低的密度 兩梯兩弧 那這一棟樓下來的話 往後邊走呢 就是我們這裏 會有一個 3.3萬平方的一個出現 那後期住在這裏 去購物 和回家的話呢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那它這個是一個 四房的固形設計來的 四房 三個洗手間來的 三個套間 Hello 現在來到示範單位這裡 那是一個 飄急震含 350呎陽台 無敵海景的單位 多大 211個房 211個房 做四房的 OK 進來呢 那我們這一個位呢 其實是一個公用位 是的 即是我們呢 真正門口是這裏 是的 真正門口是這裏 這個公用位 我們可以放在鞋櫃 OK 那我們這裏 還是一個紙帽的雙開門 整體的闊度 是明顯的 就比其他單位 會加大了 搬一些大型的傢伙 也有問題 到時候我們的膠標 都是這樣 是嗎 是的 這些全部都是膠標 OK 好 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護形設計 就會顯得就是 飯廳和客廳 就會有少少錯位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感受到 從鏡頭由入門的第一剎那 看著這個 反正我是相當震撼的 OK 鄭文青周先生 客廳的交付標準會是怎樣 我們交付標準會沒有這些軟裝 還有就是 長體玩是用了一種 就是塗料 塗料 是深灰色的 深灰色的 等於可以去看看我們的交標 因為據我所知道 這個維港半島的價錢 是會比維港灣那邊更高 因為我們這邊做的是一個品質 就是一個 比較高端的一個盤 即我們的用料其實都會更加高 當然 當然 不要太多 我們出來看看這個350呎的大露台 面向的景觀有多漂亮 現在現時我們這個角度 是處於一個十米長的露台 這樣有鏡頭就看過去 這個方位是 西藍 西藍 OK 好 有多少 3米 很灰的 這裡 應該至少2米多 2米6 2米6 OK 看另外這一邊 大家有沒有想像過 整個飯廳 整個飯廳來說 一個超級大的角度 每一處都是海景 每一處都是山景 哪怕當你吃飯 或者在餐廳做閱讀的時候 看到的都是一眼自然景觀 看書看累了 吃飯 覺得有少少看電視 覺得疲倦了的時候 看一看這個景觀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前面有條橋 叫海灣大橋 海灣大橋 對面是屬於順寮灣的地理位置 我看到對面有沙灘 對 那邊屬於順寮灣 所以我們這個單位是270度大海 即是開車去游泳也可以 是的 好 回到去看看其他 很寬的一個燙門 這裡也 冷氣這些沒有 背景長都是不會有的 背景長都是沒有的 OK 好 過來看看我們的廚房位 想問一下 將來廚房其實這個位 還是到這裡 到這裡 到這裡 就是這裡做了一個巴桌給我們 是的 都是交付標準 是的 這裡會不會有門 到時候會有燙門 有燙門 是的 即是煮食的就是這裡 嗯 煮食方面 其實我們是這樣 這裡是西餐 中餐 哦 這樣也可以 其實進來的話 哪些東西是會有的 除了熱水爐帽之外 其他都是交標 還有那個消毒碗櫃帽 哦 消毒碗櫃帽 這個帽 這個造台 有 熱水爐 還有這個消毒碗櫃 要自己做 其他都做好了 除了這些可以移動的帽子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到鏡頭 左邊可以放一個大的 雙門冰箱 整體來說 這個空間都非常之大 好 看完廚房了 看看房間 我呢 鏡頭的這兩邊都是有一間的 我們示範單位做了擺紅酒櫃設計 實際上這裡也是一間房間來的 這間 這間紅酒的房間是會有門的 是不是 不是這些玻璃的 是呀 OK 即將來我們都會有一個門 在這裡 好 看看另外旁邊這間 就帶了一個套房 肉眼看到衛生間都是我們的交號標準 睡覺的位置 每天早上床頭 都可以對著外面的海景 我們現時的高度是五樓而已 好 再來看看其他 你看看 剛才就看了兩間房間 在我們那邊還有另外兩間 先看看右手邊 右手邊有一個公圍 公圍就呈現一個比較長方形的設計 包括我們旗缸位和馬桶洗手 都是這樣的一個交標 衛生間對面就是另外一間客房 而且這間客房看下去都普遍之大 客房的交付標準就是 都是LOOK的長廢與膠漆 以及鋪的地板 好的 最後 最大間的主人房 嘩 這間有多大 好誇張 包含全程送的飄桌之後 還有這張真真正正的闊度 一米八的大床 放了這些大型的家電之後 其實還可以看到有很闊落很闊落的空間 而在鏡頭右手邊的位置 亦都預留了一個梳裝位 以及一個衣櫃位 是做了給大家的 女士就非常之對 旁邊還有一個套匙 感覺到這隻戶型都相當之震衡 無論是陽台 乃至於每間房間都帶著有非常漂亮的景觀 OK 周先生 借問一聲 這個戶型的總價錢 我們這一套總價錢 在360萬到390萬之間 就可以擁有270度 每一個房間都可以看得到這麼漂亮的單位 譬如我們現時五樓 層比較矮一點的樓層 矮樓層的話 360萬左右就可以了 都可以了 其實五樓的景觀都相當漂亮 因為前面的別墜沒有遮擋 當然如果你要得更高的話 視頻就一定會更加靚仔 包括採光各方面 OK 好了 這隻這麼漂亮的護形 我們先看到這裡 61棟19302 高層警官 既然我們上次是有一些現場的人員 跑了上二十多樓這麼辛苦 去做直播 當然他也有拍攝了一些高層的 高層的 在建中樓體的 海景畫面給大家看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些 所以 到底上了高層看的景觀 漂亮不漂亮 一目了然 好了 看完這個臨海的 維港半島一套這麼大的單位之後 我們又回到上去半山上面 看一套維港灣兩房的單位 剛剛看完一些護形 我們再來欣賞多一個兩房 所以這是80個方 膠樓標準我們不多說 其實80個方 總體護形設計 其實跟剛才75個隻 就差不到幾多 可能陽台會更加廣闊 OK 依然就是我們的鏡頭左邊 還有一個廚房位 廚房位置 它也是帶有窗 不是說暗廚 現在這隻護形我所在的是屬於西南向的位置 整個廳也沒有一個錯位 我們先出去陽台欣賞一下我們的景觀 先看看 哇 明顯感覺到這個陽台是那位大 這裡的闊度是多少度 一樣的 跟那個108是兩米六 兩米六 嗯 那就是 哇 很少看到有這麼窗的陽台 我們看看這個景觀 OK 看完之後 這個陽台足足有六米四的一個長度 闊度剛才說到兩米六 也是廳的旁邊連了有一間房間 現在是大房 大房也是看著這個外面的海景 如果更高層一點 那時候都可以亡穿前面的高層建築物 那些高層建築物 好了 我們現在 就轉過另外一個看樓路線 從這裡進去 OK 咦 這個不是燙門的 是的 因為要求要有擴風的能力 有擴風的能力 所以沒有做燙門 OK 我們走出去看看 先欣賞完我們這個大房 最後就轉過來我們另一間房間 和衛生間 OK 再欣賞一下我們這個 另一間細房 細房也是帶有窗的 它對著我們外面的採光位 好的 那周先生 這個價錢 我們這個價錢 就在71-75萬之間 很划算 71-75萬 是的 即是 總價和單價和75萬會便宜一點 差不多 接近 會貴一點點 但還是差不多接近 OK 71-75萬 80平方 而且有超闊的露台 是的 好了 看完這次兩個組團裡面 各自挑選了一套示範單位 介紹給大家之後 現在我們再看看一些配套上面的設施 到底是怎樣 包括它的沙灘 和現時 在這個大社區裡面 一個相對具有規模的超市 到底裡面是怎樣 Hello,Jerry 你今天帶我來這邊 這裏是哪裏 帶你來游泳 帶我游泳 先看看沙灘 這裏游泳 這裏是哪裏 我們十里銀灘的海邊沙灘 就靠著我們這個維港灣旁 但我們昨晚住那裏是什麽 住那裏是一騎那裏 是的 水雲天 水雲天那裏都有沙灘 都有沙灘 都有沙灘 但現在賣在售產品是後面身後面的 就是這些 還有包括第六期那裏 維港半島 維港半島 那裏就是六期 所以我們這個沙灘 就是最私人的 可以這樣說 已經是 最接近我們目前業主在售單位 其實我想 如果買了這裏的業主 走下來都可以 沒問題 很近 不需要坐任何車輛 是的 遇著是屬於私人 而且看看海邊沙灘措施 多麼 romantic 是的 那裏還有一條海邊橋可以走出去 還有可以看看身後面 整個海景 情況 沙灘 海岸線 沙灘的沙灘挺細緣 那現在這裏賣什麼價錢 現在的價錢的話 都是看回樓層 有些可能高的 有些單位去到九千多一萬元 有些就七八千元都有 九千多就肯定看海了 是的 看海 那七八千的那裏 有看得到海嗎 七八千的大部分 可能有少少一線 不是這樣 一線 一線 一線海景 真的海來的 這裏不是河 真的海來的 那邊那邊就更貴多一點 因為最新那期 最新一期就是六期 是的 六期 六期又是賣什麼價錢呢 六期的話 預計價錢都要去到 因為它是板樓式設計 之前收到消息就是 它的裝修標準 就是用的材料 有大部分是進口的 甚至是名牌產品 即便宜一點的可能是13,000 有些貴一點的可能是13,000 有些貴一點的可能是13,000 到15,000都有 好啊 聽完大家的介紹 沙灘又讓大家看完 不如我們進去售樓部 看看真實價錢 好的 我們走那邊 上去 這裏是有開放時間的 週一到週五 九至六 如果星期六日發明 假日 八點半到晚上七點鐘 這裏都想幫這個沙灘實行管理的措施做法等等 說兩句 之前有觀眾留言說 沙灘都有開放時間 其實一個有管理的沙灘 有開放時間也是合理的 因為都說了這個沙灘裏面有分危險區等等 如果你在非開放時間的時候 走進去了一些危險區而出事的話 其實負責管理這個沙灘的一些政府人員 或者社區裏面的人員都好 某程度上都需要負上一定的責任 對於一個有管理的沙灘 有開放時間是很合理的事 如果你放任不管 反而就應該有更加多人有說話說 你知道 看我們這裏頻道的人 除了有喜歡國內接的人士之外 都有一批完全不喜歡國內 也都不喜歡國內接的人士 若然沙灘本身是缺乏管理 沒有人去理 而出了什麼問題的話 我相信很多人會馬後炮 就走出來說 怎麼可以一個沙灘是毫無管理 如果對比之下 我會覺得當然有管理 好過沒有管理 特別是我作為這個社區的業主 我當然喜歡有管理的沙灘 接下來我們就去看這個項目裏面 一個大型的超市 到底目前的情況是怎樣 之前也有人提到 十里人灘這邊 食店不夠多 但其實我覺得現在閘眼看上去 這些街邊的店舖等等 其實一些相對便宜的連鎖品牌 例如五谷魚粉等等 這些都會有的 我不知道你認為多的選擇 是不是真的要回到深圳那邊 一些大型的商場 又或者一些相對旺的街道 那麼多選擇 但我也是那句 選擇這裡 其實本身就是相對喜歡這裡 一個寧靜的環境 才選擇這邊 如果本身是喜歡很熱鬧的 其實正常就會選擇 衛州市區 又或者中山珠海 一些相對市區的位置 當然也要考慮價錢方面 是不是自己承擔得到 或者喜歡這樣的環境 這些多方面的考慮 至於你說海鮮比較貴 其實之前我們的影片裡面 都已經有提過 的確是貴的 但有時候就這麼說 在內地度假退休 有時候是喜歡內地很多選擇 包括可能我回國內 都喜歡吃椰子雞 潮山牛肉火鍋 我經常都提 但是不是一定要我住的地方 樓下就要有這些東西 有時候也不一定 因為可能你都會想去外面的地方走走 那你到期時 可能去到某一個商業街等等 可以吃到一餐你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那就OK 有時候我們的度假生活 不一定追求那個樓盤的樓下 是有我們想要的東西的 那今集的內容分享就到這裡 記得我們現在自家兄弟 在這個碧桂園十里人灘 是有特別多的優惠贈送給大家的 既然大家本身正在考慮這個樓盤 不妨向我們諮詢一下 因為我們都蠻有信心 若然你是經我們去扣入十里人灘的單位的話 享有的好處相對是整個市場上最多的 今集到這裡先 下條影片再見 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 一直以來都是你大灣區 去自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也都會為你分析各個 互認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 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 以及將來的收留 及協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 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 以及九龍的旺角都有兩間實體的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置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 曾得最理想的安樂窩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 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置業的問題 我們為大家介紹如何來到我們自家兄弟最方便的旺角門店 由旺角地鐵站的E1出口出來之後 只需要向彌敦道方向走去大路之後 向左邊一直走會經過屈臣市和萬寧等等的商鋪 在匯豐銀行之前的位置就是彌敦道655號商業中心 自家兄弟就在八樓的802和803室 樓下是不需要特別的登記 而等候電梯上來的時間也是相當之快捷 上到八樓之後只需要向著801-805那邊的方向 推開大門就可以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旺角物業直播展銷廳 在這裡我們會提供舒適的環境 被準買家慢慢欣賞去心意的物業 也有專人提供樓盤資訊以及解答買家的疑慮 無論你有任何的需要都歡迎你來到我們旺角門店 向我們查詢一下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了 下條影片見 拜拜